哈喽大家好 在节目的开始 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生动活泼正在招募 播客节目监制和声音设计师 如果你对全球商业科技的动态 充满好奇 同时热爱文字 擅长逻辑 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全职 或四个月以上的实习机会 欢迎在本期节目show note 也就是单集介绍中 查看职位信息和申请方式 期待你的来信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早知道 这一期是我和Monica的播客节目 Onboard的一个串台 这一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一如既往光芒时射 有Jim Fan博士和韩军博士 他们都先后在OpenAI实习过 如今分别是NVIDIA 和Google DeepMind的资深研究员 因为节目时间比较长 我们会分上下两集播出 现在你听到的是上半集 聊的话题包括 AI大模型技术 落地的挑战 Agent也就是智能体 和它对游戏的影响 韩军博士是 少有的大模型专家 Jim对Agent技术 如数佳珍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新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Monica 这一次请到几位嘉宾 我想都是大家二叔能详 而且也是我自己个人期待已久的几位在AI领域 绝对是从各个角度都积累非常深 而且非常有想法的几位嘉宾 好 话不多说 一开始还是请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们在做的事情 你们所关注的领域 当然老规矩还有一个fun fact 就是你们最近发现的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AI相关的一个项目也好 或者产品也好 那要不可以从需要师开始 谢谢大家 今天是非常高兴跟几个我觉得在行业里面 我都觉得是做AI大牛的几位同学一起聊一下 包括Jim Fan 我们其实已经想要做一个podcast 已经做了蛮久了 今天我们Monica同学是宣祖夺宾 因为本来这个节目是说好我来采访Jim Fan 现在变成我做嘉宾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很多的insights 我是非常想听到那个Jim跟韩俊两位同学来更多的share一些 关于我自己 我在硅谷待了二十几年 前面十几年一直在做云 诸如操作系统云计算 做那个早期的VMware的员工研发领导 后来做了几个startup 最近八年开始做那个AI 先是在Greylock 看一些投资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AI的公司 后来被并购 然后最近又加入了Piloto Networks 做Engineering AI的高级副总裁 很快来讲一讲Interesting的 比较有趣的idea 我更多的是觉得Genitive AI这一次的革命 不只是对编程人员的是不是 他们的工作会不会很大变化 Programming这件事情可能是变成一个 人人都会变成Programmer这么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儿子今年暑假 他就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project 他在一个初创公司做一个 用AI来发现bug这么一件事情 那个公司叫Metabob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Explain发现的那个bug是怎么一件事情 然后就用Large Language Model去 然后这里面你就会发现 怎么去用Prompting 怎么去用好Vector Database 是一件很多是一个art 对吧 我是觉得我从这一个例子上面来看 就是说我是觉得AI这件事情 会变成一个更加民主化 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世界 是在朝这方面走 好的 大家好 我叫戴寒俊 现在是在Google Define 之前在Google Brain 然后博士期间是在Georgia Tech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生成模型本身 包括它的生成模型算法 以及它的对应的采样和优化的算法等等 当然这个生成模型也不仅限于 Large Model本身 也包含比如说其他的图像生成模型 像Defusion Model或者是结构化数据 包括像程序语言这样一类的生成模型 除了Research本身之外 我也对怎么应用这些Research 到实际的产品应用中 我也是非常感兴趣 包括我们最近也是跟Google Cloud这边合作 在这次的Google I.O.上一起 Launch了RHF这个product 希望说是用Google自己的模型 桥接企业用户他们自己的需求 然后通过我们提供的算法 把这个语言模型跟实际应用去结合起来 然后说到最近看到的比较interesting project 我的关注点可能会比较偏算法本身 像我一开始提到的生成模型的一些 可能更fundamental的一些算法 所以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 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大语言模型进行更高效的采样 这样一系列工作 首先这个工作是今年年初或者今年年中 大概Google Research和DeepMind同时 independently发表了 当然现在变成一个机构了 之前两大的独立机构也是同时关注到这一点 采样算法本身也是决定了实际应用中 如何能够把语言模型做到实时化 或者是至少降低它的latency 现在的large language model主要是based on autogressive model 然后这个模型其实包括耶稜坤在内 也是对它有一些诟病 因为它大家都知道 语言模型可能是一个一个单词这样吐出来 所以它会导致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解码的时候 你需要等到上一个单词吐出来之后 你才能解码下一个单词 所以这样的一个序列化的依赖 使得它在解码的时候 不能够非常充分利用现在的并行的计算 所以这两篇工作 名字叫speculative decoding 是在说如何我能够用一个小的模型 它可能会跑得比较快 先去帮你decode一下 然后用大模型去做judgment 然后看是不是要接受decode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灵感来源是源自于原来最早期的 像CPU指令 CPU的pipelining 比如说CPU在执行一些if condition 它要做branch prediction的时候 instead of它会在那边等着 去做完判断之后再执行 它会先执行 然后如果之后判断不对的话 再去重新执行对的那部分 那原理也类似 在原模型解码的时候 它会说 我先用小的模型 先去decode 完了之后再用大模型去做judgment 这样的话 它的速度其实能够提升两倍以上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近 是一个比较亮眼的项目 对 这让我想起来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 Stanford PhD 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就说 现在这个AI的 主要是在看AI 那些基础的computer science的东西 就会比较少一点 我说我其实并不同意 我觉得其实computer science的东西 还是会在AI里面出现 对吧 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做操作系统 做了十年的时候 每天就在数 这个instruction 怎么去prediction 对吧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说到你的一个fun fact 我就看到在你停车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车子 CS PhD 这还是比较那个一个fun fact 我觉得应该跟听众报告一下 对 就是韩俊的这个车牌 就是CS PhD 非常酷 到时候我把这个照片 放到我们的这个show notes里面 好 那最后这个Jim Fan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特别感谢Monica 还有Howie老师 邀请我来做这个podcast 大家好 我是Jim Fan 我16年的时候 是在OpenAI实习 然后16年到21年 在Stanford读PhD 然后21年毕业之后 我就加入英伟达 然后现在是英伟达的 高级AI研究科学家 基本上我整个career 最感兴趣的话题 是AI ag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智能体 agent的意思是 他能够自主做决策 而不只是像chatGPT一样 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回答一下 他是能够就take actions 能够做决定 并且能够就是从 他的这个决策的过程中 不断的学习 不断提高自我 然后我感兴趣的 AI agent的应用有三类 一个是在软件上的应用 就如何让一个AI 他就像人一样来用软件 比如说通过鼠包和键盘 或者通过API等等 然后第二块 我很感兴趣的是 游戏里面的AI 然后最近我带的团队 做了一个项目叫Voyager 然后这项目是让GPT4 就设计一个算法 让GPT4来玩Minecraft 就我的世界这个游戏 然后Minecraft是 世界上最流行的游戏之一 它是一个沙盒的游戏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 三维的不同的block 比如说有木头 然后有铁器 然后你可以在这游戏里面 可以探索 然后可以craft各种不同的工具等等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 只要设计一个足够好的算法的话 GPT它可以自主地探索 并且在这个游戏里面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智能体在游戏这个领域里面 未来应用非常的大 比如说如何设计这种开放式的 然后有无线故事线的这种游戏 就是游戏的设计师 他不用提前决定 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然后每个人玩这个游戏 他可以玩出不同的玩法 这是第二块 然后第三块 我觉得智能体的未来 是会在物理世界里面 也就是机器人 Robotics 这个目前这种通用的机器人 技术还没有达到 但是我觉得可能未来 三到五年或者十年左右的 这个时间线上 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这种 通用的机器人进入 不仅是工厂里面 还有这个家用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大致是这个三块 然后刚才提到 就是一个最近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我刚才讲的这些应用 基本都是单个智能体 但是我最近对 就是多智能体的交互 非常的感兴趣 我有一个好朋友 是我斯坦福学弟 他叫June Park 然后他最近做了一个工作 叫Generative Agent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 Stanford Smallville 就是一个小的 一个虚拟的城镇 然后在这个小城里面 有25个AI智能体 他们其实每一个 就是一个GPT 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人格 然后有不同的 自己的背景的故事 然后他们每天早上起床 去上班或者去学校 或者去医院等等 然后他们互相会讨论 会有各种集会 然后会一起吃饭等等 所以这样一个虚拟的小镇 我们就看到他 就是这25个智能体 能够不断演化 并且他们能够有自己的 就是不同的这种 就是social gathering 就不同的活动等等 然后就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模拟 所以我觉得多智能体的话 未来就是 它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比如说像科幻片 《西部世界》里面 描述的那样 就是每一个AI 它有自己的一个性格 自己不同的故事 然后最后能够演绎出 非常复杂的一个 就是在social interaction上面的 这种无限的变化 对 所以这时候我关注了一个项目 嗯 感谢 其实我觉得正好聊到这个agent 因为agent本身就是一个 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不如我们就顺着刚才 刚才Jim提到这个agent 就聊下去就好了 其实也就是几个月前 agent这个定义 被提出来 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adapt 对吧 然后包括最近也有很多 什么auto GPT啊 这个agent GPT等等的 这一些应用 但是大家其实也对它 有很多的这个争议吧 对吧 我就想让Jim来聊一聊 就是你刚才提到了 几种agent的这个应用 就是你觉得agent 它应该具备哪几个 核心的这个构成 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现在AI智能体的话 就分刚才讲到三种 但其实就一个是 在虚拟世界里面 然后还有个是 在物理世界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两类的 这个做法 它没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刚提到的 第一个应用 就是AI它控制软件 然后帮人来做一些 生活中需要做的一些 比如说查邮件呀 我觉得这一类智能体的话 可能最好的方式 就是通过写代码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 这个软件 它都是有API的 包括我们看到 查gbt的 它这个App Store 然后这个Plugin这个系统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写代码的 这样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用到这些软件的工具 然后通过API用到工具 然后把这些工具 串联在一起 就可以实现很多的任务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方式 然后另外的话 在游戏 或者在机器人上面的话 那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们不仅是看到文本 或者写代码 它们还需要能够 就是有计算机视觉 然后它们能看到 虚拟的一个三维的世界 或者现实的一个三维的世界 但这边我觉得多么态是 在未来会起到一个 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要实现这些智能体 除了这个LM之外 还是要拿几些部分呢 还是说它核心的能力 应该怎么理解它 核心能力就是由这个LM来决定的吗 对 我觉得比如说 对于机器人来说吧 我觉得有一个和LM区别很大的地方 就是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 这个数据量是不成问题的 就是整个互联网上面这个数据 都是可以作为训练 而且就是从这个互联网上 script这些数据也非常的容易 但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 比如说机器人这些控制的一些数据 是在网上下不到的 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要自己采集 那这个我觉得就 让训练非常的困难 所以采集的话 现在主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模拟器 比如说物理里面的物理模拟器 或者游戏的模拟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买一大堆机器人 比如说几百个 然后就是让人来控制他们 或者让他们就自主地探索 但是在物理事件里面 就直接采集数据 但是这两种的话都各有他们的利弊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是比训练大圆模 像难很多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还没有看到通融机器人 对 我其实对刚刚Jim的回答 非常感兴趣 有一点是Jim我知道你在做很多 emvoided agent这样的一个setup 就是说agent需要跟这个环境去交互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把language model 自己作为agent的这样一个setup 有没有说是把language model 或者foundation model 作为environment的这样一个setup 使得说我能够更faceful去模拟这个世界 以及让这个agent和environment的交互 都变成两个利用foundation model 本身的能力去ennaver了这样一个事情 对 我觉得foundation model 是可以作为一个事件模型 然后这个意思是它可以模拟未来 它相信自己是一个模拟器 然后它可以比如说在 就是take action之后 然后它可以预测 这些action可能会造成的未来的一些后果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是可以生成一些 就是这种人工的一些数据 然后通过这个也可以训练一些 更好的智能体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条思路 但是现在这个大元模型 它有hallucination 会产生一些幻觉 所以它这个世界模型 不一定非常的准 然后这个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困难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一个双人键 那我好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是 就您在这个企业这个场景里边 有没有看到一些 跟agent相关的一些尝试 然后你觉得哪一些事情 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这里边它的可能存在 目前离这个落地相比 存在一些主要的挑战在哪 从一个落地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差距还是蛮远的 就好像auto GPT 大约今年大概三月份 四月份突然很红火 对吧 大家几乎每个推子 好像都在讲auto GPT 对吧 感觉好像这是人人都应该用 但你真的去用 你真的去做一些serious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可能 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做出来 但不代表这个direction是错的 我觉得就像任何一件事情 我觉得都需要一些时间去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也是觉得 我是非常相信 这个agent的这个direction 对吧 以后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用large language model potentially去把一些事情 给分解成为小的步骤 然后直接去调一些API 然后直接去把一些事情做成 这我觉得是能做的 而且应该做的 但今天还做不到 今天比如说 如果说我要落地去做一个客服 你去看客服的东西 很多时候它的问题 不只是说是回答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是需要去改变 比如说去update一些record 我觉得今天要用agent 去做一些change record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肯定是不成熟 能够回答问题 但我觉得两年三年四年以后的 那个客服 我觉得就完全是可以去用agent去做 今天还很远 但是这个很远 不代表时间很远 而是说这个落地 还有很多的落差 韩俊也可以聊聊 从你的脚子看它的challenge 对 首先我非常echo Howard说的这个 allelgbt这件事情 因为allelgbt 它能够让自己模型 自己去调用自己 就是说它issue多少个 language model call 这件事情它自己可以控制 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你完成一件事情 本身需要非常多的迭代 但这件事情在比如说像客服 或者这些应用场景中 latency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是about evaluation 其实说到agent 可能也绕不开tool use 比如说我让agent 帮我去订个机票 最后有没有订到 或者订的是不是我要的机票 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容易verify 但是你中间订机票这件事情 你也可能分解成好几个步骤 第一个比如说 你要去一个正确的网站 然后你要把相应的时间地点 都要输对 就是每一个stab 你都需要最好是有这样一个 中间的反馈 这个其实跟传统的reinforced learning 也非常相关 就是说作为长话学习 让它做一系列action之后 让它最后得到一个反馈 那它中间其实做得好和坏 它要花很长时间去figure out 中间的到底好还是坏 所以怎么去做evaluation 特别是在没有完成target task的时候 中间的那些步骤 怎么做去做evaluation 这是一个非常急需的一个能力 对 然后具体你要调用那些tour的时候 有些tour可能你用它可能会有一些consequence 不是reversible的一些consequence 当然也有一些workaround的 比如说像我之前可能有幸做过一次cruise的 它的autonomous driving 它现在已经aerformed在旧金山城里面 对 但它也会碰到很多edge case 就比如说前面车突然停下来了 前面车到底是因为比如说它在卸货 所以你可以其实可以从对面借到过去 还是说你就应该等着它 这件事情cruise它的车 它自己判断不了 它会发给后端 然后后端可能会有remote这样人为干预 对 可能这是一个 maybe一个workaround的 但是在language model或者在agent2euse里面有太多的这样的edge case 或者说language model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个edge case 所以怎么去更safely的去做这个2euse 或者是regulated agent behavior 我觉得也是比较挑战性的事情 对 我觉得evaluation的确是大家最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对 对 我觉得刚才浩玉老师还有韩俊说的这几个点都很有道理 因为现在就是在一个企业或者机器人或者无人驾驶 这些应用下面 就它的这个安全性非常的重要 就可靠性安全性都非常的重要 但这块我觉得现在的AI可能是只有80%到位 但是如果不是比如95% 甚至99%到位的话 这些东西很难落地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最容易落地的一个智能体应用就是在游戏里面 因为游戏里面哪怕说错点话 甚至就是讲一些有些时候可能有些那个过分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娱乐性 就非常cute 对 非常的entertaining 对对所以就是非常在这个游戏上一个环境下到反而这些不一定是bug 反而是feature就有这个感觉 所以说生成式的AI最近几年或者最近一两年就做得最好的还是像Jasper 那个Midjourner这样的就是说做出来东西creativity更重要 至于说是差一点或者差把10%这不是很重要 对一直像character他们这种比如说他作为情感陪伴或者是作为模拟一个一个动画人物 或者是模拟一个celebrity给你对换 其实中间说错话或者乱说什么其实你也不会太care 对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不过我觉得character和Midjourner就是他们是creative但他们并不是agent 因为他们没有在做这个决策 没有就是我们说的behavior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AI NPC 就这种non-player character这一块才刚刚起步 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就很多大的游戏厂对这个AI NPC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大规模的部署 或者说做一个我们称之AI first的一个游戏 就这整个游戏的体验就是一群AI智能体 然后他们在讲这个故事 然后每个玩家都能有自己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体验 所以这款目前还没有看到 但是有一些prototype 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一个叫病交女友 一个游戏 然后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女友 然后但是她有点crazy 然后你要相当于那个说服她 让你就是出这个房间 然后我就看到YouTube上面有很多大V 然后他们就在玩这个游戏可以玩出各种不同的玩法 然后你可以有欺骗啊 或者你可以就哄她呀或者等等 对然后完全是通过 背后都是通过chartgbt做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AI first的一个游戏 但现在大的一些就是3A级的这些游戏公司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大的动作 对其实我们也挺关注就是AI对于游戏这一块的一些创新 就是关于NPC这一块就是我们是比较喜欢的 刚才你说这个病交女友虽然说她很简 目前还很简单的一个形态 但是这个是所谓真正的是这个AI这个native的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个LM你就是做不了 但有时候我会看到大家把这个只是把一个更聪明的NPC放在游戏里面 放在一个现有的比方现有的RPG啊什么这游戏里面 其实不然她对于这个游戏体验的改善其实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就变得有点有点鸡肋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很期待有更多 就是这种全新的这种游戏模式被创造出来 就最近也看到有不少跟这个Stanford小镇 类似的一些这种游戏的这个idea 但是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这个 我觉得时间落地中包括这个memory lens啊等等的 还是有一些这个挑战 但我觉得一个新技术出来挑战大总很容易说 但是毕竟就刚才提到的 这个AutoGPT这个概念提出来 这个project提出来其实也有这个几个月过去了 那在大家刚才所关注的几个挑战领域 有没有看到一些这几个月 在帮助这个age或者AutoGPT能够更好落地的一些进展 让我们觉得是对未来可能比较promising的 Jim可能看到的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至少推特上面 我是时不时能够看到一些新的project 概念跟AutoGPT差不多 感觉好像他们打磨了一点 我感觉我也没有follow too closely 但我感觉好像是层出不穷 还是有一些 你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有一些 但是目前感觉就是真的部署的 真的在产品里面的好像还是寥寥无几 可能更多的还是从就是写代码的这个角度 但是可能也不是完全就是自主的 把这个整个决策都决策链都放进去 你觉得这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因为基础模型的能力 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基础模型对吧 GPT4已经不错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 如果说我到了GPT5 GPT6那个level 说不定很多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或者自动解决了 还是怎么样 从你的关键有多少是因为基础模型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有七八成是因为基础模型的原因 比如说举个例子 现在给GPT4一个API 然后让它要完全按照这个API来 它有些时候还是会有 hallucination 就它产生幻觉 然后它可能API用的并不是特别对 但这一块如果GPT5和6 能够很精准地用API的话 那其实很多这里面的问题就能解决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一个AI 来控制我们的这个就是browser 然后来订个机票呀或者什么的 这一块万一输错了一个信用卡什么 这问题就特别的大 这一块GPT4可能还没有那么可靠 所以我觉得5和6会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多模态 GPT4理论上是多模态 但是现在大家能用到的就是公开的API 它只是一个文本的API 对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GPT4多模态能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5和6的话 务必是会是多模态会放在第一位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5和6 甚至都能用于比如做一些游戏 或者说制造一些机器人的这些应用 因为它能够把这个像素 或甚至视频输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目前GPT4还比较难做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图片 或者视频转化成文本 然后它才能够去做这个决策 我非常echo Jim这一点 就是关于agent的能力 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模型本身 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观察 就是前两天在莫里卡的活动中 幸运也给了一个talk 关于就是让agent的自我debug这件事情 它的setting大概是这样 可能就是说 你让这个agent去写个程序 然后可能它第一次不一定写的对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种prompt方式 让它去自我去回归一下 看看你自己写的东西 和那个语义的language的instruction 是不是match 然后这样子做一两次迭代之后 它会发现像比较强的模型 像GPT4它就会 正确率反而会提升 所以就是说通过agent 让它自我去修正的方式 但是这个能力 比如说让它在GPT前一些版本 去做同样的事情 它会发现这个反而会让它的quality下降 但是其实在聊到这个agent的应用的时候 大家的确最常提到的就是这个holicination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holicination是这个大模型 自己本身它基于这个架构 本身不可避免的一个东西 然后的确在agent 我的理解是说 在agent里面这个体现更明显 是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个 多个步骤的这个制限 那如果说这个是模型 自己内生的一个无法避免的东西 那难道就意味着说 我们得要另外一种这个底层模型 才能够实现我们所期望的 能够落地的这个准确度吗 其实我想借鉴一下 Jones Winn 他当时talk里面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如果模型自己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答案 比如说你问 模型比如说 它的knowledge是在2021年之前 你问他2023年 谁是总统这样一件事情 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答案 但是你做instruction tuning的时候 你告诉他这个答案 那他为了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能去hallucinate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如果这个模型本身就知道答案 但是可能你为了出于safety 或者conservative的原因 让他告诉他 你应该说不知道 那同样是另外一个direction的hallucination 所以就是identify这个模型 你自己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及在对应的时候去做相应的回答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能够fundamentally 或者是至少能够elevate这个hallucination problem 然后大家也看到就是说 像RHF或者这些类似的技术 在现有的架构基础上 它确实能够有一定的期限 当然不是说guarantee 它能够解决hallucination问题 但可以greatly reduce 这个hallucination 我觉得对 首先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然后另外我觉得 其实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面 可以通过更好的自我训练 来降低hallucination 比如说举例子 就是写代码的agent 然后他写代码的话 有一些编译器或者interpreter 首先先能够给一些错误 然后这个错误就是一个信息 或者他会说 就是某一行里面出了什么错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signal吧 然后能够让他 就是通过这个自我训练 能够不断的improve 还有包括就是从探索呀 或者说是在完成个任务上面 我们会知道这个智能体 是否成功完成任务 然后如果他没有完成的话 他在哪里出了错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信号 可以让他来至少降低一些 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的hallucination 所以说那个hallucination 这个幻觉这个问题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是 最终还是有两个 一个是用强化学习去解决 另外一个还是一个知识 或者说是学习 如果足够多的话 还是可以的 那你觉得像这个精准度 因为这样coding的吧 就他的对精准度的要求很高 你不能说就像那个驾驶车一样 你不能说1%的时候 虽然说今天hallucination 是超过1% 但你即使降低到1% 还是很高 对吧 你觉得就像coding这样的 能不能做到accuracy 几乎跟不是语言模型 产生出来的coding 就像我们那个Google Facebook NGN也写出来的 大家都会有bug 但是说降低到那一个程度 你觉得是有信心吗 或者说短期内会有信心吗 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就是最近有些论文 也体现出这一点 就是GPT4 debugging 这能力其实非常的强 他可以就是看自己写的这代码 然后看一些 比如说编译器的错误信息 然后他会说 可能是我这一部写错了 然后是因为这个原因写错了 然后他可以有这个 think step by step 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chain of thought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可以通过这个 自我的这个debugging 来改进他自己之前写的代码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GP4已经这个涌线智能 还是挺强的 然后我觉得之后 GPT5等等 应该会在这个上面 做得更强 就像Howie老师您说的 就是即使是人的工程师 一般写第一遍代码 一定会有bug 写完以后 然后执行 然后看了这个bug report 然后能够精准的去修改 这个代码 并且在就是重复 刚才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模仿 就是人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之后这写代码能力 应该会越来越强 前一段时间 我跟一个朋友 那个Sarah Gordon 他提了一个观点 他说那个今天 写代码的能力 也就是写那个一个paragraph 写一个function 但是不足以写一个file 或者说是更大规模的 就我们顺着那个写代码 这个角度 你觉得什么时候 那个编程人员马龙的 写一个file 他都能够比较精准的 能够写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long context 因为现在毕竟就是 GPT4什么的 这个context的长度还不够 不足以就是写一整个文件 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代码 就是他这个memory啊什么的 都不太够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在未来几年应该是 慢慢会得到改善 韩君怎么看 因为韩君是在前线来训练 这些最强的模型 这方面我也其实乐观态度 然后主要是因为两个点 一个是 其实主要核心部分还是在数据 其实我个人在 pre-language model era 也劝过这种debugging的事情 就比如说让这个 neural network去 做correct code 但是我们当时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 我怎么知道 给你一个代码 应该改哪里 应该怎么把它改成一个对的 或者我哪里 我怎么知道这个代码 会出错 当时我们非常struggle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reduce到 去Github上 去爬一些 他们的commit 我们觉得可能有些commit如果他改的数量比较少 他可能是在修一个bug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一些noisy的data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大家用copilot或者是这些产品越来越多 大家会其实主动的跟copilot去比如说去进行dialog 或者是进行修bug的过程 其实是能给他more data 然后让他去再去improve 然后这种data是其实是更专注更高质量的data 从这点上来说 我非常optimistic 就是说他的debug或者是写大版能力会更进一步的提升 是一个几年的一个范畴 就是有大规模的突破 今天我们大家都对GPT4的能力非常的惊叹 包括我个人几个月前 我是一直是觉得 但我最近几个月看了看 就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 其实基础模型的能力 还是不够或者说怎么样 我现在想过了弱概念 我觉得我们会忘记GPT4这个markstone 我觉得真正的markstone还是在后面的一两个 就有点像Apple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iPhone moment 但iPhone moment 说老实话 即使在硅谷没几个人记得1,2,3 多数人还是从iPhone 4开始用起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GPT4最终会成为一个 一个一个very early version that no one even talked about it 对另外一半是也非常echo Jim说的关于context length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to make true or copilot 或者是这种copilot useful 你得去理解我自己的code base 然后自己的code base 可能已经写了很多东西 然后不大可能全塞了context里面 increase context length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hopefully无脑的方式 因为你其实也不知道 什么应该放到context里面 那你就全放进去 但是也会带来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architecture wise 它能不能接受 第二是即使最近可能看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 能够说把context length 上的100k或者1million 这样一些language model 那它的问题就是 它能不能去理解这个context 所以是两方面都可能会有一些 loss in the middle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像一些rechewable base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是包括copilot的自己 比如说他们做的 在VSCode里面的palagin 那其实也是有一定的rechewable能力 能够帮助你去elevate这个problem 我觉得对最终的问题是在 能不能写长代码 我觉得这个能力上 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一些workaround了 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 因为其实刚刚几位 谈到这个agent的时候都在讲 比如说他用这个 可能类似于gbt plugin的 这个形态你要携带 然后去code API 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包括adapt在内 他用的方法可能更直观 当然了 可能他对于这种方法 是不是最好的有这个别的看法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过adapt 那个demo的话 就是他其实就是控制你的这个屏幕 对吧 在你的屏幕上 你原本人应该怎么点的 然后他去操控那个屏幕来点 所以我就好奇 就这两种 就你们怎么看待这个agent 最后的这个实现方式呢 就是这两种 可能需要的能力 或者说你们觉得 他未来的天花板 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 对 讲到这个问题的话 16年的时候 我在Open AI做了 当时参与了一个项目 叫Open AI Universe 然后当时那个项目 其实就是 Monica你刚刚说的adapt 他们现在想做的 类似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是看这个screen 然后看这个屏幕上的这些像素 然后直接输出的是 鼠标和键盘的控制 但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 16年的时候 没有大语言模型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用强化学习的方式 然后这泛化能力就非常的差 基本上你训练一个任务 他就能做一个任务 但除了这以外 他就什么别的都做不了 然后另外我们也发现 就是其实鼠标和键盘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输出的一个方式 因为就它其实 从这个robust和这个 可靠性的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这个鼠标 稍微差了一点点 其实它问题非常大 而且它可能输入的话 它要求这个屏幕的 这个像素非常的高 否划里面 如果有个很小的按钮的话 你就按不到 对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 是有它的问题的 所以我现在更看好 是从语言模型 曲线救过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写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 其实也是可以控制 我们的浏览器 比如说像Celenium 这样的这些工具 是可以通过写一些代码 然后能够模拟鼠标和键盘 而不是真的就是控制 就是说这个鼠标 一定要在第302个像素这边 做一个点击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看法 当然那个Adapt 这个公司之后 他们产品会怎么样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从这个大模型 还有多么碳 这些角度来解这个问题 会更好 说穿的就是 还是用那个 Next Token Prediction Next World Prediction 作为一个目标函数 来实现这么 那个一件事情 要比去控制鼠标 作为目标函数更加好 对 通过写代码 通过生成文本的这个方式 当然这个训练的话 可以有强化学习等等 就这些方法也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刚刚Jim提到 有很好的点 就是关于多么态势方面 我觉得 包括刚刚点网页的这个例子 就是如果 作为Language Model 如果只是把这个 网页的DomeTree 什么HTM全塞进去 你会发现它非常乱 然后它就是 而且context也非常长 但是如果把它渲染成 一个webpage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 或者是至少对于人来说 你是更容易知道 哪应该点哪里 比如说它render出来那些 高亮或者加下滑线 就highly likely 它是一个hyperlink 肯定可以点 然后点完之后 可能会去个里道下 一方面我非常echo 这个就是Jim说的 multi-modality方面 然后另一方面 确实就是我觉得可能 就鼠标点 不一定是个坏事 然后可能是 它能够说 至少它是visually 和它的semantically 都是有互相帮助的 一个成分 我记得当时GPT4 一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demo 就是当时Greg Brockman 然后在纸巾上面 画了一个网站的一个草图 然后拍了张照 然后就说 请生成一个HTM 然后跟我这个草图差不多 然后GP4能够理解 那个像素里面的内容 并且能够生成这个 对 当然现在大家都还用不了 正好聊到这个agent 最后实现形态的时候 包括最近 像Adair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想OK 那其实这个并没有 跟我原来完成事情的方式 其实还是一样的 只是它现在是另外一个完成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像 包括像AutoGPT那种 我就会想 如果那个是我们所期待的 agent的这个未来 其实我根本就不用再看那个screen 我也不需要知道它 它到底是操作了哪一个app 它到底是在Wikipedia上面去订票 还是在booking.com去订票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所有这些tools 就是这个tools using的 这个tools意味着什么呢 我看前段时间 大家不是有这个rumor说这个 Apple也在做他们的LM 我想他们当年这个Siri的这个理想 如果实现 那我们在每个人手机上线 几十个上百个这个app 如果真的都是由这个Siri来去调动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都不需要知道 可能都不需要下载这一些app 那这个对于以后这个app的这个生态 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到企业里面 就是那对企业里面 这些sars又意味着什么 就开开脑洞 我跟大家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不需要开脑洞 我觉得这是铁板钉钉 几年以后就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个bots 不管是softwarebots 还是hardwarebots hardwarebots可能需要 就是硬件的那个机器人 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就像Jim刚才说的 有一些那个挑战 对吧 技术上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softwarebots 所谓的softwarebots 就是大语言模型 基础上的那些 那些不管是agent也好 或者说是软件也好 我觉得是会成为first class citizen 也就是说 今天的sars也好 enterprise的软件也好 其实是基于前一代的技术 对吧 就是不是以AI native的 当你如果能够想象 就copilot 对吧 不管是那个些github的copilot 还是microsoft的 所说的office365的copilot 我觉得copilot会成为 几乎每一个enterprise software公司 都会有自己的copilot的产品 而且是作为主要的产品 在这五年之内 会成为他们的主要产品 也就是说 今天我跟office打交道 我还要做很多事情 但以后的那个copilot 会帮助我做很多事情 今天我到sarsforceworkday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workflow driven的 但以后很多东西 其实我是跟那个copilot 在打交道 在这个copilot 作为first class citizen的时候 说老实话 包括我做一个程序员 我写的code 这个code最终是为了 跟机器打交道 跟bots打交道 跟launch language model 打交道 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写document 就是我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会写document how to 怎么去用我的 以后不需要 人不需要看这些东西 用这个软件的 都是机器去学习 所以说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个机器人 friendly的那个document 给产生出来 我们应该假设这个世界 就是今后的五年 会发展到语言模型 那个bots 是一个first class citizen 然后我们的产出 我们所做的东西 要为他们服务 最终其实是 我们自己的生产力提高 因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跟我的assistant 说一声 我说的assistant 是large language model based assistant large language model copilot 我觉得这是一个 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 我非常同意 how to the vision 以及我觉得这是 一个解放生产力的 一个新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作为软件开发商 之前我能够直接面对用户 但是现在我面对 是中间一个中间商 那会不会比如说 打击我作为软件开发商 的一个积极性 或者说我in the future 如果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language model agent orchestrated这些软件的话 作为软件商怎么获利 我觉得我们人打架的 其实可能是增加了一个 one layer of abstraction 我是跟一个copilot打交道 我的助手打交道 但不代表我的助手 in this case是软件 这个软件还是需要 不同的其他的agent 跟他合作 把很多事情完成 所以我觉得软件 还是需要的 只是人直接打交道的 会很不一样一点 对 然后我觉得 就是很同意 浩尔老师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 几家大的公司 有一个很强的优势 因为他们控制 他们整个生态系统 以及所有的API 比如说我们看到 就是Windows Copilot 像这个事情就很难 比如说Adapt这种公司 就很难做 因为对吧 微软控制所有的 Windows背后的原代码 他们想做什么样的 就是浩尔老师刚提到的 Bot-friendly的API 他们就能做 但是要Adapt这样子 一个第三方的公司 可能只能通过 鼠标和简单 它不是不愿意通过代码 它是没有办法通过代码 还有像Adobe 这种什么Photoshop 等等这些工具 只有Adobe有所有的这些 就是Native的一些 代码的API等等 然后这块 我觉得大公司 是有一个很强的优势的 并且他们甚至是可以 就是把他们 比如说外面一些 开源的模型 可能待会提到Lama 2 这样的模型 然后能够微调在 他们的这个产品的API上面 那这样一个模型 可能就是说 它的这个通用的 写代码能力 是不如GPT4 但它就是在这个 专业软件的 这一组API上面 写代码能力 可能强于GPT4 然后这样一个模型 只能够有拥有这些 软件的公司自己去做 而且我觉得 会是成为一个mode 对 其实我对关于 如果agent的 他只能接触到 这些API层面的 这种调用的话 其实也会带来 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像OpenAtyZ 有那个plugin的 那个store 然后你可以 enable几个plugin 比如说当时 问了一个 非常简单问题 谁是那个 Twitter CEO 当时Elon Musk 已经step down 当时有两个plugin 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他吹 吹嘘自己是一个 knowledge graph的plugin 所以ChatGVT 会直接去调用 那个plugin 然后他回答的是 一个比较老旧的回答 说还是Elon Musk 还是Twitter CEO 但是另外一个plugin 是warframalpha 它其实是一个 能够 获取网站 和connected internet 它的信息更新 但是warframalpha 你其实也不会想到 它是一个 能回答Elon Musk 推得 谁是CEO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关于 如果你确实像 GVM说 如果你只能调用 这个API 我觉得很难 去访问那里 去真的把这个东西 做到有错 而且你刚才那个例子 也让我想到 就是说 那他还得要知道 到底哪一个tool 就是应该去调用 所以就feedback loop 特别重要 以及回到一开始 说的evaluation 你可能一开始 maybe你吃了一次亏 把这个tool的API 描述得很好 我吃了一次亏 那我之后 我知道你这个tool 可能只是需要 这个API 只是需要取表 那我下次跟我 可能就不调你了 有点像这种 maybe banded的setting 这种 我至少 我愿意try一次 但是我需要有反馈 告诉我 这个到底行不行 然后 使得我最后 agent的知道 in the future 我怎么去调用这些API 真的就提到 为什么聊agent 聊那么久 我就发现agent的话 特有意思 就是我们一跟 投资人 或者说researchers 聊的时候 大家都会envision 一个非常rosy 非常让人期待的 这个未来 每个人以后 都有一个自己的agent 但是你 我那天办那个活动的时候 我不是收集大家的questionnaire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 都在问 到底什么是agent的real use case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 坦率来说 很多所谓的 尤其是比方说 企业强劲的agent 大家觉得 好像就是一个 就是更聪明的RPA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 好为我感受 就是所有现在的agent的设计 可能都还是基于 现有的这个工具 现有的本来是 为人设计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看到 马上能够实现 这个agent的 我感觉落地都还是 可能未来我们会看 都是一个很中间态 或者很早期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像你说的 就是今天的agent 可能他基于的模型 是不是够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在说 哎呀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 industry的breakthrough 对吧 就是说已经落地的agent 或者即使co-parlotte 今天也不是一个production 就是说人人都能用的 我说的co-parlotte 是那个微软的 Windows的co-parlotte 其实也是在试 还有前两天 有人在传 哎呀 这个东西不怎么work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看的方向 是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想任何一个 大型的软件 不说AI不AI 就是我要大规模的 去更新一下 怎么都是要12个月 18个月的事情 有什么软件 什么过了两个月 就完全换了一个面目的 没有 所以说没有成熟的 那个deployment production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觉得可能明年 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一点 但是这东西 一旦起来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很快 所以说我是刚才就说 五年之内 我觉得那个agent bots being first class citizen 我觉得是一个 铁板钉钉看得到的 而Jim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LAMA 前两周吧 对吧 这个LAMA 这个开源 我想这个对于 整个业界来说 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其实我延续刚才 我们agent那个话题 就是说 那假设agent是 可能他是对这个 底层语言模型 要求相当高的一个场景 那会不会 那以后 绝大多数软件 都是基于agent的run 那是不是说 谁是那个最强大的 那个agent的 这个基座的模型 那是不是就有一种 赢家通吃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对于 这个开源的 这个模型的神态 又意味着什么 对 我觉得LAMA2 这次出来 肯定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milestone吧 因为LAMA2 就是他 就是在各方面 benchmark上面 比如说比外面的 Vicuna呀 Falcon呀等等 就这些 基座模型都要更好 确实应该是 现在开源的 基座模型里面最好的 对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稍微 稍微有点失望的吧 就是LAMA2的 这个coding能力 不是特别轻 而且他们 当时训练的时候 就coding这一块 就是也没有 就没有加足够多的 训练数据 当然我觉得这之后 LAMA可能2.1 2.2 他们肯定会把这个 补上 对 但是我觉得Asian的话 可能这个coding能力 特别强 就特别重要 因为coding 其实也是一种 推理的能力 也是一种决策能力 所以这块 我觉得LAMA2 作为一个 聊天机器人这一块 我觉得已经是 基本上可能到 GPT3.5的水平 但是在就是推理呀 或者coding这一块 可能还是弱一些 但我觉得这一个 就说现在这个 开源的这个社区 和比如说3.5 我觉得在这个差距 再慢慢的减少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这次 怎么说比较惊讶吧 就是如果我们看 LAMA2这个论文 然后它里面 超过一半篇幅 在讲Safety 在讲他们是 怎么做Alignment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于企业 可能特别的重要 因为企业可能就是 宁可 它拒绝回答一个问题 也不能说一些 就是非常敏感的话 或者说一些 非常Offensive的这些话 所以我觉得LAMA2 可能专门是 为了这件事情 就下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 我觉得稍微 做的有点过头了 比如说大家可以 去试一下LAMA2 70别连的模型 你问他 你能说Hindi 就是印度语吗 然后他会说 我不能说Hindi 你必须要尊重 就是对吧 世界上那么多culture 我不能只是 对吧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是一个 完全无害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在企业的 这应用里面 可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对 我有两个小观点 一个是 莫尼卡一开始提到 是不是unified 就只有赢家通知 这样一个局面 我觉得最终 还是要看谁好用 就不管他开源 还是币源 其实很多企业用户的 use case 他们也会提到一点 就是他们可能一上来 并不是很care这个cost 但至少说 我quality要上去 然后quality上去之后 咱再来谈 怎么去降谋增效 所以回到这个开源 或者币源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这个开源模型 不足以强大到 他能够撼动 币源模型的地位的话 我觉得公共决定 还是回到 就是他能力问题 就是跟开源和币源 这个有关系 但是不是很大 对 另外一方面 我个人的take away 对拉曼来说 特别是拉曼兔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各大云厂商 其实也是争相在 集成这个拉曼兔 Compare to之前 拉曼旺 就是一方面 也是因为 他确实open了 这个commercial license 然后这个commercial license 就是大厂自己不能用 但是大厂可以 把这个包装了给别人用 我觉得拉曼兔 其实还是比较实在的 因为你看到 他的paper里面 他那个training curve 其实他还没有converge which means 他给了你 这个再去自己 做domain的pre-training 或者是自己 去做fine-tune 这样一些 或者像 请你们提到 他如果有coding 不行 你自己可以去 让他更focus在code 或者让他更focus在medical 或者更focus在 某一个 domain的这样一个机会 对 我再补充一些 就是 我觉得 拉曼二 其实倒是反而 给更多的公司mode 因为用GPT 这种必愿的模型 只是靠一个API 这是没有mode的 但是我觉得 拉曼二的话 就是这个mode 可能是公司里面 比如说自己的API 就刚刚讲的 可能Adobe Photoshop 那些API 然后还有公司里面 自己的很多数据 然后他们能够 微调拉曼二 在他们自己的数据上面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模型 就只能够 就私有的这个模型 在他们这个公司的 这个domain里面 就能够做特别好 而且可能别人 别的公司想要仿效 就只是用一下 GPT 3.5的话 是做不到它这个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 拉曼二这样一个 更好的一个 看运机座模型 就是其实 我觉得对于更多的 这个公司 这个business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更强的一个mode 当然这个不晓 哈维老师怎么看 我讲一讲 我自己看Lama 2 Lama 2刚出来 前几个小时 我其实是觉得 哎呀 不就是another 开源的一个model吗 虽然说 它确实至少 从表格上面看出来 数据上看出来 比MPT好 Filecon好 但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之前的两个月 感觉是 今天这个比你好一点 明天那个比你好一点 但是过了 其实literally过了 几个小时 甚至一两天 或者说一两天 我就改变我的想法了 为什么改变我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就以前大家非常分散 对吧 我今天用MPT 我用Filecon 没有什么人 gravity towards 就是都朝一个系统去 但是Lama 2 我觉得整个工业界 Jim刚才也提到了 对吧 大家那个公司 都在想要自己做model 做model 你说用open AI很难做 但是我要有一个 自己有一个模型 很少有公司 有自己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the base model 对吧 多数都是用open source的 我就发现 其实整个工业 就都在朝这个方向 在走 因为他觉得 这是一个 我可以商用 对吧 然后以后有Meta 以后还会有 层出不穷的 你其他的 大家对他的信 对对其他model的 就是一个信心 我觉得不那么足 然后几天之内 几个礼拜之内 你就会发现 innovation a lot of innovation 这个是一个生态的 一件事情 所以说最终 我觉得 我觉得会蛮成功的 我觉得他成功 主要是生态 就是让这个生态 有这个信心 有愿意投入投资 我觉得今天新的投入 多数人都基本上 或者说已经改成 朝Lama 2了 不是 所以说我的观点 并不是说Lama 2 这个model好在哪里 而是说大家都愿意去投入 在这一个model 而不是投入在 二十分之一个 就是因为 看有好的model 可能有二十个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大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Lama 2 很多人说 它是Android的 是一个苹果的iOS 我觉得这个analogy 有点对 但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可能更像的 还是一个PC出来 跟那个大型机 我觉得大型机的 它能力可能很强 但是最终PC机出来以后 就鼓励了很多innovation 我们就去想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 今天是分泌全球的 基本上主要的服务器 都是在用Linux Linux 就当年Linux Torvato 它就在家里 用一个PC 就是有了这么一个PC 这个PC肯定是不能 跟当时候最好的机器去比 但是它就给了它一个opportunity 去写自己的innovation 写自己的代码 然后逐渐的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open AI 或者说这一批的大模型 基础模型 或者我们叫frontier model 它肯定有自己的市场 有自己的business 但是Lama 2 就给了大家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ecosystem 这个ecosystem 我觉得是完全不能低估的 不是说从技术上来讲 那个比人家好个12% 我觉得这基本上 是微不足道的 而是说这个生态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 可能是正式成立了 我觉得Halo老师说的太好了 因为确实是Lama 2 出来几天 然后Andre Capacity什么的 就把它转化成一个c的代码 一个c的native的一个代码 然后还有各种 比如说quantization 然后各种 就整个开源的社区 都开始来优化Lama 2 就专门为这个模型做优化 你前面提到coding不好 就有人专门做seql的 那个fine tuning 然后它的那个token size不够 contact size不够 然后就有人做了 什么Long Lama什么的 这些 中文版的 对吧 就是说而且就是短短的 两个礼拜之内 就一堆的innovation出来 我并不觉得 它做得好不好 而是在于 大家都在这上面出力了 一旦在这上面出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逆转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一个 品牌效应在 就像当时stable diffusion 出来以后 然后不仅是工业界 还有就是很多 学术圈里面的人 都在stable diffusion上面 做很多新的研究 比如著名的control net 没有stable diffusion 就没有control net 就没有后面很多的 这一套的研究的领域 这个这么想 前段时间 不如有一篇文章 还挺火 也挺有争议的 就是Google OpenEye 是否真的有mode 对吧 我们刚才讲了mode 这个事情 因为以前大家看到 可能以前 所谓的小模型的时代 大家会觉得 这个技术好像很快 大家都追平 都差不多 就变成打榜游戏了 如果再看的话 那大模型 因为这个pre-chain model 需要的这个 有些人就会说 我们不应该用 以前open source的 来去比 我们应该用芯片 来去比 因为它前期的 这些投入子够大了 对 我觉得你pick up 挺好的 我更觉得模型 是芯片的analogy 而不是说是后面的 我觉得芯片 你想 芯片不是说人人的 我今天想做芯片 我怎么去做 对吧 这是 但是intel做出来一个 让PC能够用的 这个芯片 然后我就能在上面 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说它基本上 LAMA做的事情 或者说是 开源做的事情 是一般的个人 不太可能有 这个财力能力去做的 他把你做到一定程度 一旦做到那个程度 就可以了 然后你刚才提到的 B元模型 或者说几个frontier model 跟开源模型 我觉得这个差距 还是在那边 而且这个差距 不会是在短期内所小 因为刚才 Jim也提到了 可能LAMA2 可能是3.5 这当然也可能 有点争议 但即使是3.5 那跟4还是 GPD4还是有满大差距 大概率会发生的 就是Google也好 OpenAI也好 也会有下一代的产品 在几个月之内 都会出来 就是说从性能上面来讲 我觉得会是甩掉 LAMA2 仍然是会有不少 但这个不是说不重要 因为LAMA2 也是在往前走 对吧 你如果说只是 6个月到18个月落后 但是你只要一直 跟着往前走 我觉得是 这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ecosystem 给你补掉很多的 那个落地上的 漏洞也好 或者说各方面的 否则的话 你光是 即使是frontier model 对吧 我们也知道 Google或者 Anthropec OpenAI的model不错 但是我真的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你真的要去落地 做一些B2B的software 还是有一堆的东西 如果我们用OpenAI来看 OpenAI没有去补这些漏洞 他的engineer 就是只是在搞AGI 对吧 他没有再去想 哎呀 我怎么去做一个platform 让那个做B2Bsoftware 人舒舒服服 这不是他的那个工作重点 但是你在一个LAMA2 这个ecosystem里面 人家就会发现 这个SQL不行的 我来给你补SQL 对吧 这个语言不行 我来给你补这个语言 所以说我觉得 即使是reasoning capability 那个差个好几个月 对吧 六个月 九个月 十二个月以上 那个生态给方方面面 其他的补足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我同意这个mod 可能确实不在这个生态方面 包括比如说像 LAMA2 model release之后 大家说会各种 会给大家quantization 给大家lora adaptation 各种各种插件就会有了 那如果Google自己的新 或者是OpenAI 自己新的模型的话 这些quantization 这些插件都是只能自己做 对 但是在base model方面 我觉得可能这个mod 还是有一些 因为这个和之前 像operating system这样 比如说Linux这个东西 作为Linux kernel 自己它如果它open source了 大家比如说 这些developer 可以去修改这个kernel 然后使得它有一些bug 比如说它就直接 修改完了之后 所有人都可以propagate到 那如果这样做类比的话 可能没有这样一个 比如说提升LAMA2模型本身的 这样一个比较share的一个 这样一个community 或者说类比 就是说 如果你去在上面做fine tuning 但是你的fine tuning 可能是for某一个specific purpose 但很难说 大家群测群力 把这个base model的能力 去提升上去 这个可能需要 一方面consolidate的一些compute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这个base model的提升 可能更多的是 pre-training stage 然后不太像是open source的community 现在能够去help with的一个事情 所以可能在base model方面 确实会有一些model 对 首先非常非常同意哈维老师 还有韩俊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点 我就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最强的BM模型 和最强的kern模型 它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对 理由非常简单 算力 就是kern模型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做的 其实是叫scale down 而不是scale up 因为这个kern社区里面 大家这个GPU什么都很有限 所以大家更愿意的是做 比如说quantization 这些优化 然后让它跑得更快 甚至我还看 大家是想把Lama 跑在iPhone上面 对吧 像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kern社区 最喜欢做的 也是可能是唯一 能够做的几个事情 或者说是微调 微调在一个 就刚才Hawel老师提到 可能SQL不够好 就微调在SQL上 也可以做些事 但是从纯的这个 叫raw IQ 就是这个最强的 在智商上面 我觉得 就是要考算力对出来 没有别的办法 对 然后这一块的话 像anthropic 还openair 他们肯定就是 在算力的这个 集中这个程度上面 是开源什么等等 都是肯定达不到的 并且就是他们 就是研究员的这个能力 然后包括他们 最新很多算法 就是开源的社区 不断在publish 在公开他们的秘密 openair不公开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信心 的不对称 而且就是 openair 就是上次 Andre有一次 他就提到 就说如果市面上 有一篇关于 transformer的论文的话 openair可能一般情况 都是五个月前就试过 或者半年前 一年前都试过这些 然后他们 只是不publish而已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的话 就从这个算法 还包括从这 整个数据pipeline 和从算力上来说 这个避原模型 只会走得越来越快 对 最强的开源模型 和最强的避原模型 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 然后anthropic 我觉得也是属于 就避原的frontier模型 然后我觉得anthropic 目前就是 在openair 就基本上openair 第一anthropic 第二 但我觉得他们俩 就是跑的速度 我是觉得会超过 最强的开源模型 跑的速度 而且我觉得现在 这个市场的 这个饼足够大 然后我觉得openair 现在也 没有办法 serve所有的人 所以anthropic 这一块 我觉得它肯定是 还是有很多 business可以做的 对 并且openair也 GPU那么有限 就是inference 也需要GPU serving也需要GPU 然后这块 我觉得最后 可能就是一个 在芯片上的 一个 就可能最后的market share 就是 跟你这个芯片的 数量成成比 我觉得 如果在开源 community的话 其实在小模型上 做迭代 做实验 可能会 甚至会比 在大厂内 做的 可能会更花一点 或者是 至少会百花 起放一点 使得说 大家在这方面 积累的经验 希望说能够去 最后用scaling law contribute到 开源模型的 那个大模型的 最后的那把tune 对 当然也是 非常随意 君说的 如果就是openair 他们毕竟在暗处 然后开源 在民处 然后whatever 你们好的东西 人家学过去 自己用就行了 所以确实 mode还会在 对 我几个月前 那个跟openair 和那个anthropic 的几个新业的人 包括co-founder 在吃饭 结果一顿晚饭下来 我觉得就是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 就是Jim刚才说的 我们能够领先 那个 那个开源的模型 而且这个差距 会越来越大 说得很开心 主要是因为 杨德坤不在场 所以我本来是 期望是一个 对打的一顿晚饭 结果是开开心心 就是这点 我还挺好奇 因为技术的 你说如果人才 大家说 最近大家经常 我看那个 Jim的那个 推特上也提 大家觉得现在 大部分型 更像是一种 炼金术一样 它上面有很多 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不足为 外人道也 或者说给你就 告诉你了 可能你也很难 去复课的 但的确我们看到 人才 就是说这种 所谓的商业 或者技术秘密的 这个事情 它到底能维持 多久 因为它再想去 再按出 人才也是流动的 那到底在这个里边 你们觉得有哪一些 是真正的 那个无法去 我也许知道了 也无法去复制的 这个核心 比如说之前 GPT4的这些leak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它一些模型的detail 可能百分之十都是真的 比如说什么 MO1架构 什么 但是知道了 也能怎样 确实知道了 不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可能 不离开 你也知道 它大概怎么做了 你也知道 它用Transformer 可能就稍微魔改一下 或者是 MO1架构 然后 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 确实 这方面可能 不太能够 说去复制 但是能够复制的是一些 真的是一些 这方面的积累吧 特别是我觉得 人才差距也不大 但是主要是说 你要能够去 通过这个 还是我刚刚提到 在小规模上实验 或者是这种 不断的Try and Error中 你积累的这些 调模型的这些经验 以及它的一些 很多的detail trick 以及包括scaling law 怎么在小模型上 调的参数 怎么在大模型上用 但是这些的话 其实也是需要 你划算了一区 学到的一些知识 对 我觉得现在顶级人才 基本还是在 比如说OpenAir And Swap Google之间流动 互相流动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最后这些 Trade Secret 其实也是在这些 币源的Frontier 模型的这些组里面 互相流动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币源模型 和开源模型 这个宏沟 还是很难 很难bridge 对 这我稍微不一样一点 看法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 或者过去两年 你看到的 我觉得是事实 但我觉得 从一个长远的看法 硅谷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 就是说人才 就固定在这几个公司 里面流动 我不觉得 我觉得人员流出来 自己就包括OpenAI 或者怎么 自己出来做 各种各样的公司 然后还是会 我觉得 真正能够去一个 一个MOT 不是在某一个 Individual的人才 而是在于一个 collective的人才 这个collective的人才 其实更多的是文化 企业的一个文化 就好像有太多的公司 颠覆前一代公司 难道前一代的公司 他不知道怎么做吗 其实他知道怎么做 他也知道 他也有足够的人才 但是他因为 他的那个商业模式 或者leadership 各方面的原因 他就没做下去 更多的是文化 从来没看到过 哎呀 就只有一个公司能做 然后另外一个公司不能做 我觉得长期来讲 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这个大语言模型 跟以前稍微不一样一点的 就是刚才Jim提到的 算力 对吧 算力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说我 即使我今天 比你们这边 所有的人聪明 那个 我没有这个算力 还是没用 对吧 这是跟以前 稍微不一样一点的 但这一点呢 我觉得 再给一个长期一点 因为算力这件东西 任何一个技术 我们技术革命 已经经过了 好几个周期了 一百多年 你会发现 再怎么样的贵的技术 只要是mass production 只要是大规模生产的 它肯定是 那个成本会 会大幅的下降 所以说我觉得 用再长远一点的观点 我觉得算力 也不会是成为一个 创新的一个阻碍 所以说我觉得 in the near term 在今后的一年五年 一年三年之内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那个frontier model 它的优势会持续 对吧 因为人才流动 也没那么快 对吧 然后那个更多的是算力 但我觉得 超出三年之外 我不觉得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对 我觉得这个讨论 其实特别的 特别好 然后回到 其实刚才 Jim有简单提到一个 就是你说 现在很多企业开始 想要用这个开源的model 对吧 train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模型 他有更大的这个 flexibility 更大的灵活度 可以train一个 更懂他模型 那这个我想 把它稍微引申一下 扩展到一个 其实也很有争议的 一个话题 就是是否存在 所谓的domain 就domain specific的 这个模型 因为刚才Jim讲的 那种情况是说 那我是 我自己企业基于 我自己特殊的需要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看到说他们在train 这个医疗啊 金融等等 这个领域的 这个模型 大家怎么看 这个 这些模型 当我们基础模型 越来越强的时候 这些模型 它是否 本身是否会有壁垒 或者说是否有 存在这个必要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 可能方向就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觉得 哎呀 好像B原的 跟那个domain specific的model 好像是对立的 我不觉得是对立 我觉得两个都需要的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其实很多很多的task 不需要很强的model 不需要很强的frontier的model 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做一些那个 我们那个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对吧 这种 这种task 其实已经 至少从我们内部来看 那个今天的开源模型 要做我们内部的这个 NER这些事情是 戳戳有余 不需要那个好的模型 就是基本上都是能够做的 正确率是很高 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的那个企业里面 有不同的task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task 不需要frontier model 就可以做得很好 有些东西 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Agent 或者说对Accuracy 比较高的 我觉得是需要frontier的model 所以说我是觉得 长期来讲 一个企业做软件 我觉得会去 要不时的去借鉴 或者说用到一些frontier的model 但是很多时候 也可以用自己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企业 不管是金融安全 还是国防 或者说什么领域 我觉得总归是有一些数据 是frontier model 永远拿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必须得 有一部分的事情 是要自己做的事 比如说用一个开源的模型 然后打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是属于 我的一个理念 是一个 it's a portfolio 就是说未来的世界 不是说是frontier model or一个 一个domain specific model 而是我是觉得都需要的 你就看一个PC上面 它有一个X86的CPU 对吧 Intel或者AMD的 但还有一堆的chips 从来没有说一个PC上面 只需要一个 一个chip就够了 所以说我觉得 potentially 那个frontier的model 是那个CPU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还是有大量的 那个IO也好 或者说做很多事情也好 还是需要 还有domain specific的model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对 我很同意 浩瑞老师说的 我就补充一点 就哪怕现在B原 这些模型的公司 其实他们也会提供 这样子一个fine tuning 就对于某些 Enterprise的一些 合作伙伴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觉得 Anthoropic 可能更多的是 to be 而不是to see 然后OpenAI也是 还有包括OpenAI 其实有一个叫 OpenAI Startup Fund 他们自己在投一些 他们感兴趣的创业公司 其实每个公司 就是一个vertical 然后比如说 举个例子 有家公司叫Harvey 然后Harvey 就是OpenAI自己投的 然后我相信 他们就是有一个 可能内部的一个 最好的frontier model 然后专门为法律 去做的一个fine tuning Harvey是一家AI 就是for law的一个公司 对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像这种 frontier模型的这些公司 他们就会比较selective 因为他们自己的 这个serving的这个能力 可能就是也 也是局限于 现在有多少芯片 所以他们就会挑一些 这种大的这些partner 就当然就是 需要这个服务的公司 肯定有很多很多 所以他们服务不过来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他们其实也是能提供 这样的一个domain的一个能力 对 我稍微summerize一下 其实刚刚主要提到 非常重要的两点 一个是cost 然后cost quality trade-off 特别是在 这个特别是在 Enterprise的use case里面 特别重要的一点 然后It's all about money 然后第二个就是 大家都提到的 这个private issue 其实这个也不仅仅 是在企业中 比如说甚至可能会 maybe envision 在2C的这个场景 maybe如果你算力 或者模型 或者以后允许的情况下 你可能也会把自己的 过往的经验 或者什么 作为你的 你自己own的 这个language model的 一个corporate 然后它直接只会 存在你自己的 CEO的这个模型上 但是确实 privacy和cost 这两个可能是 觉得是至少让 这个fine tuning 或者是CEO 或者customized model 有存在的比较深 好的 上半集就播送到这里 如果你是用 小宇宙 听这期节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 和嘉宾们互动 下期 将于明天播出 敬请期待 这期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就到这里了 听完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一条 都会认真的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五星 或者好评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你也可以单独写邮件给我 邮箱地址是 听ting at 声.fm 我都会一一回复 那同时公众号 和微博 也可以搜索声的活泼 声是声音的声 节目相关的更多信息 会在公众号里出现 微博和公众号 都会有不定期的福利 给到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 更加紧密的讨论和分享 或者是想要认识 和你一样 有求之欲的新朋友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进入听众群的方法 是在公众号文章中 扫码添加 或者是公众号后台回复 科技早知道 即可获取邀请码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下期见